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最新的海上基司行动 走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长期以来国家对于走私行为一直采取高压严打的态势 最近中国海警局成功破获了一批非法走私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十多亿元 跟以往的案件相比 这些走私团伙为了逃避打击 犯罪手段不断变化 不仅具有更强的欺骗性 而且更加隐蔽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这是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 今年四月成功破获特大走私成品游案时 释法纪录仪拍摄的视频 这次行动共抓获走私成品游母船一艘 购买走私成品游的渔船四艘 抓获涉案人员21人 现场查获成品游4730吨 该案是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 破获的现场载油量最大的成品游走私案 南海是我国航运最繁忙的海区之一 南海航线更是中国能源贸易运输的咽喉之地 每年有数万艘船舶往来于此 2021年初海警集资人员得到线索 在海南以东皮连区海域有一艘大型的游船 长期向中国地区的船只都受走私成品游 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排查摸索 初步锁定了是三艘海南林高级的游船 有过这个走私 购买接驳走私成品游的一个行为 海警执法人员得到线索 由海南本地游船 将再次前往海南文昌东部海域 接驳走私成品游 接到警情 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四局派出了两艘舰艇 160名警力迅速集结驶向目标海域 当天下午4点30分目标船只出现 我们发现目标的时候 一艘林高级的游船正在向 正在靠拨这个加油的母船 海警执法人员发现犯罪分子非常狡猾 有着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他们部署了游船作为眼线 一直在观察执法船的动态 发现执法船抵近 走私团伙立刻拆除加油工具 两船迅速分离 企图驾船逃跑 前方船只请注意 前方船只请注意 我是中国海警 我是中国海警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多次对他进行喊话 要求去停船接受检查 但是该船呢 就拒不停船 一直朝东北方向 目标船部突然加速 逃跑意图明显 现场指挥员迅速下达 强行登船的指令 为了快速控制这艘走私游船 两艘摩托艇搭载14名海警队员 迅速抵近走私游船 准备登船实施抓捕 但当时海上的风浪很大 给登船带来了很大挑战 那浪大概是三到五米五米高 海警执法人员 围着目标船绕了几周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贴近 但只要摩托艇一靠近 这艘体积巨大的巨轮 就会凶狠地撞击过来 气烟十分猖獗 这个危险的举动 严重威胁着海警执法人员的 生命安全 当时情况十分危险 当时我们都有两名队员 差点没有作文到海里面 为了逃避打击 走私游船凭借庞大的身躯 不断冲撞执法船 企图通过暴力抗法进行逃脱 第一次撞击的时候 没那么严重 但第二次 他那边目标船就变本加厉 来撞我们 他们是没有任何一点 要停止他们停船 交警察的意识 经过几番周旋之后 海警执法人员终于抓住了一次合适的机会 成功贴靠上了目标船 好停 虽然靠上了目标船 但船上有多少人 走私团伙 是否携带武器 都是未知的 海警队员面临着许多未知的风险 船上人员反常的举动让海警执法人员更加警觉 登船后第一组人员首先控制了驾驶室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 除了驾驶室 其他几组队员 从船上各个角落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 听不懂的那样子 然后一脸就是很懵懵的那种感觉 经过一个多小时搜查 在船上共抓获走私团伙17人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突击审讯 两艘渔船供述 他们分别向这艘走私游船购买成品游45吨 经调查发现 该游船累计装载 约7290吨成品游 出售过博约2560吨 现场查获的走私成品游 共4730吨 这相当于两个标准泳池的容量 犯罪嫌疑人阎某 负责这艘走私游船的日常管理 及走私游的交易 面对审讯 狡猾的阎某避重就轻 找各种理由开脱 掩盖犯罪事实 海警执法人员通过调查发现 这艘走私游船 并不是第一次在中国海域 进行成品游的走私交易 而是一条常年活跃在中国海域 进行成品游走私的惯犯 经调查 这艘走私游船 从黄海到东海 再到南海 走私交易涉及全国七个省份 走私活动范围之大 交易数量之多 令办案多年的海警执法人员 极为震惊 以前也听说过成品游非法运输案件 但是一次性见到这么多游 确实是涨这么大第一次 那么如此巨量的走私出售成品游 他们是如何推广业务的呢 海警执法人员介绍说 当地的中介通过海上电台发布消息 有加油需求的游船会主动联系中介 并上报购买数量 中介再把信息传递给走私团伙 后来有一台就帮我号码给我 要号码 我就问他联系 联系成功了 他要付钱 我在陆地 叫一个朋友帮我付钱 那么在茫茫大海上 这些购油的游船 如何才能找到这艘加油的母船呢 他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易的呢 他们都是以一张人民币作为暗号 在得到像中介或者是 像中介或者中间人 告知了那个加油的需求 转了那个加油款项之后 会将人民币的后四位 也就是类似于这个6081 这个数字四位数 告诉给中介 中介会将这个6081 这个作为暗号 告知公司 公司再将这个暗号 转达给那个走私母船上 海警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用一元钱人民币 作为街头暗号 进行走私成品游交易 这种交易方式非常隐蔽 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还有利于走私团伙管理 共游的时候都会抽取一部分液 抽取一份油样 然后拿一张A4纸 撕掉一小块 填写日期 还有作为暗号使用人民币的编码 还有那个吨位数 与这个来加油的船舶同框进行拍照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拍一张 一元人民币与油表起诉中数的合照 这些数据会一同发回总部 来证明他们是按照总部规定公游 没有出现偷油的现象 还有那个把这些出货单 全部确认之后 整一组照片 全部都发给公司 进行留打留存 一张一元人民币纸币 牵出了整条走私成品油 黑色交易的链条 而这些购买者大多数 都是文化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不强的渔民 为了贪图便宜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购买走私油来降低生产成本 是这些渔船船主最简单的想法 正是因为大量的渔船 有这样的需求 才会让走私分子铤而走险 大肆返运 走私油猖獗会严重的 扰乱我的经济秩序 影响我的税收 根据警方最新的消息 这起特大成品油走私案 已经移送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等待走私团伙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而在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 近期也是捷报频传 一个海上特大走私香烟犯罪团伙 被东海分局破获 警方现场查获走私香烟236万条 以及高档白酒等走私物品 案值近10亿元 我们继续跟随着记者来看一看 这期近年来单案查获走私香烟数量 和案值最大的走私案件 眼前这些铺满了整个空厂的一个个箱子 就是被查获的走私香烟 此次行动 供查获国内外各种品牌香烟 共计4.7万件 236万余条 燕丝1805箱 45125公斤 茅台酒800箱 9600瓶 货值近10亿元 这是全国单次查获走私香烟数量 和货值最大的一起案件 这起特大香烟走私案的成功告破 有力打击了海上走私犯罪的嚣张企业 为了清点这些物品 执法部门专门成立了突击队 组织了100余名工作人员 调用了19辆卡车进行转运登记 他们夜以继日地整整干了10天 虽然案件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 但回想起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 让办案多年的海警执法人员仍心有余悸 就那一瞬间 船两船碰撞的时候 如果没有跳上去 那么就是落海了 办案多年的海警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在海上执法多年 也经历过许多危机时刻 但这一次不同 他们面临的是生死挑战 2021年4月25日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得到线索 在我国东海海域有可遗传之 进行大规模走私活动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 立即组织直属第一局第二局所属的 海警渔山舰六航舰 御环舰和浮雨舰 组成两个行动编队 前往指定海域开展专项指法行动 经过六个小时的航行 四艘任务舰艇 于次日凌晨到达指定海域 通过前期掌握的信息 海警执法人员很快锁定了三艘走私船舶 其中两艘是母船 一艘是接驳船 立即对嫌疑船舶进行拦截检查 海警六航舰呼吁舰编队 通过喊话鸣笛灯光照射和水炮威慑等多种方式进行拦截 但嫌疑船拒不配合加速逃窜 去不停船也没有回应 这样让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它的性质 它在喊话过程中一边加速一边逃窜 海警执法人员介绍说 走私船舶为了逃避打击 往往游易在东海专属经济区活动 一旦发现执法船就会向公海方向逃窜 为了防止它逃离我国海域 海警执法人员决定强行登船 两个船接近就是这样 这样来回左右摇道 在摇道过程中 它向我们扣拢的时候 基本上是向我们压过来的 我们这一旋的栏杆 基本上都压弯了 海警执法人员的第一次贴靠没有成功 眼看嫌疑船只越跑越远 海警执法人员立即启动水炮 进行攻击 我们接近目标100米左右 通过右旋的水炮 击穿了走私船的玻璃 在玻璃击穿以后 这个目标船它进水 因为故障停船 嫌疑船只被迫停船后 执法船迅速贴靠上去 但此时海浪更加汹涌 执法船左右不停地猛灭迷晃 倒得倒 摔得摔 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同事啊 基本上都是从左旋就滑到了右旋 由于海矿条件极差 再加上夜晚能见度也很差 给执法人员登船带来极大挑战 稍有不慎将会落入汹涌的海浪中 第一批登船的五名执法人员 迅速冲到船舱内进行搜捕 现场控制的七名嫌疑人 海警执法人员从三艘嫌疑船上发现四十个集装箱 内有大量卷烟 烟丝 酒等物品 均无法提供货运清单和相关合法手续涉嫌走私 随着十九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 这个海上特大走私香烟案背后的黑色利链条 也随之浮出水面 它这个香烟走私团伙 它的成员构成主要是由境外的幕后的老板 在境外遥控指挥 组织收货 运货 销售 流转这几个渠道 海警执法人员通过调查发现 该走私团伙规模庞大 成员多达上百人 为逃避税款谋取利益 走私团伙安排人员长期定居在东南亚国家 负责收购转运烟草 再通过海运方式走私到国内进行大肆贩卖 它其中查获的9600瓶白酒 名贵白酒 也是我国出口专供的 出口专供白酒 然后他们在境外收购 为躲避侦查 走私团伙全部采用现金交易 买家按照指定的地点和人员进行秘密交易 钱款到位后 境外的幕后老板会遥控指挥境内转运团伙 由他们通知买家 买家按照收到的海上具体的经纬度 前往指定海域进行交易 国内的购买的货主 跟国外在东南亚国家这些幕后的头目 在一起经过前期的沟通 商量接头以后 商量接头的办法 具体的资金支付 具体的细节 为了逃避打击 这些走私的船只通常会选择在夜晚及海矿条件极差的时候进行交易 分销的线路也经过周密的设计 采取母船和其他的这些小船过驳的这种形式来进行货物的分销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检疫的一些野码头 或者是趁着这个码头比较没有人的时候 属于蚂蚁搬家的这种货物的搬运 办案执法人员在扣押的走私船上发现了一本航海日志 进退两难死路一条 是走私分子在面对打击逃窜时写下的 这句话充满了绝望与无助 这也必将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全球疫情危机尚未过去 而走私的犯罪行为却依旧有猖獗抬头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走私犯罪严重冲击正常的进出口贸易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的打击行动是打击走私高压态势的一部分 要想坚决抵制走私犯私买私用私行为 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共同努力 公安机关也提醒大家 如果发现走私的线索可以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进行举报 协助执法部门共同打击走私犯罪行为 好 感谢关注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